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很久很久以前 這裡有個新加坡王朝 國王有一個很勤勞的一個奴隸 名叫巴巴 他不但做事勤勞 他帶人也很友善 可是巴丹每天吃五包的飯 還是吃不飽 所以他想了一個辦法 他用竹汁和竹片 變成了一個能撲魚的籠子 一天晚上把籠子放進盒裡 第二天早上 當巴丹把籠子撈起來的時候 一看 哇 這裡面都是活潑潑的魚啊 我今天的晚餐就有著火了 就這樣 巴丹三餐不吃的飽飽的 不久之後 有一天 巴丹把那個籠子撈起來的時候 一看 欸 我的魚呢 我的魚不見了 你拿了嗎 是你拿了嗎 你拿 什麼 什麼裡面 全都是魚頭 魚骨 有賊 誰偷了我的魚 好 好 我今天就怕抓了好嗎 好 你偷 不是我偷 如果是我吃了我就飽了 你吃了我 你吃了我 那天晚上 巴丹就在河邊的樹林裡 躲著 他笨呀 笨呀 笨呀 突然間 天啊 一亮的時候 他發現一個黑影子 浮在他的籠子上 吃著他的魚 他冷靜悄悄的走進姿勢 看他 怪物 一個全身長滿了魚鱗 滿臉皺 還有那個長長的白無虛 他生氣的把那個 抓去他的大骨子 把他埋倒了 你 你別跑 你叫我出去 你偷了我的魚 你呀 你 你偷了我的魚 你這個河 我 我 我打 打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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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別打了 我偷 你別拉我的火 我是河火 合一個火快 哎呀 吶 吶 啊 可是 雙腿開始鬥動 會 啊 跪了下來 哎呀 哎呀 可是當發燈的時候 他不光 不光 不光 抱起了石頭 把它抬起來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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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把那石頭 拋向天空 那石頭像魚泥般的 飛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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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飛到河口 新加坡河口 坐下 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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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819年 萊博士來到新加坡 在河口發現了那塊石頭 可是那塊石頭 阻礙了船隻的進出 他的手下 便下令把那塊石頭炸水 炸水後的石頭 有一塊被保存下來 放在新加坡博物館中 讓人參觀 那 就是赫赫有名的 Singapore 謝謝 謝謝